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3日,星期六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前,自从台军进行首次实弹驱离 击落靠近金门禁区的中国无人机后 台海紧张局势,备受外界关注 有专家表示,台海一旦开战将是世界大战 下面《橙体》详细报道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征昌 9月2日对外表示 金门守棍是在一再忍耐,一再警告无效之后 只好将侵入禁限区空域的中国无人机击落 是最适当的做法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日前在黄斌市一家饭店举行的研讨会上说 如果台海峡开战,至少东海、台海、南海都会沦为战场 去年7月,麻生太郎曾经说 日本应该将中共侵犯台湾当作立传危机事态 就是台湾受武力攻击会影响日本国家传亡 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和权利 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延伦对本台分析说 日本现在距离中国将近1000公里 一旦台湾被中共占领,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只有300公里 他说,那等于说日本会变得好似现在的波兰 因为乌克兰如果输了,那直接面对俄罗斯的就是波兰 所以他这样说,也是要提醒日本的执政者 如果台湾输了,日本就要直接面对中国这个国家了 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嘉隆说 真正的情况是,中共打反介入战争 是先打日本上的军事基地,再来打台湾的 日本是直接被打 两位专家都表示,一旦台湾沦陷 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将捏在中共的手里 对日本造成极大的威胁 吴嘉隆说,日本真正要管的是整个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必须与美国配合,必须正式把台湾纳入战略清晰 必须正式考虑到不是日本被波及 而是日本会被直接打击 吴元伦认为,台湾海峡一旦开战 会危及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他说,我们都知道,很多白大企业都是美国的公司 但它大部分晶片的来源还是台湾 如果打下去的话,其实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 都会受到影响 吴嘉隆说,不是只有台湾和日本受影响 澳洲,南韩,菲律宾和整个东南亚 还有欧洲都会受影响,是全球性的 中共二十大将在10月16日召开 时评人陶杰形容中共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 处于交注状态 中国七十多年来首次出现总理职位元空的局面 而种种迹象表明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已经不获信任 据《看中国》2号报道,陶杰认为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和王岐山紧密合作 反复打贪 同时两个人亦树立了很多敌人 等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时 反习近平势力迫使王岐山失去权利 而种种政治巨变 又令到反习近平势力认为 王岐山是可以合作的 不过,海航的贪污腐败消息传出 海航的头号人物与王岐山有密切关系 这证明习近平已经有王岐山的把柄在手里 另外,王岐山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 可以出山力玩狂难的人 早前有评论说 王岐山与美国华尔街关系密切 而华尔街是美国民主党的主要金主之一 遵移王岐山与民主党的关系也不错 陶杰说 在中美关系破裂之前 习近平完全可以依仗王岐山去华盛顿 私下游说拜登与佩洛西 不要出访台湾 今次没有消息显示王岐山有相关的动作 可以看到他已经不被信任 陶杰指出 全世界都知道习近平想一个人包揽三个职位 就是国家主席 总书记唐军委主席 再做五年 二十大人事报局十分繁复 中央政治局有25名委员 政治局常委有7人 政治局之外还有中央委员会 中央书记处 还有几个重要省市的人事任命等等 未来谁担任这些职位都反映中共内部权斗的战况 这都还未斗完 目前习近平困难重重 加上他曾提出两个维护和四个自信等等 如果做不到 外界就会质疑习近平是否已经大权在握 如果习近平连任 对香港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呢? 陶杰说 李克强要求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即是暗示特首李家超 不用再跟习近平实施动态清零 李家超或是会担心 有一批极左的势力去中共高层告御壮 高层领导的心思 他们也搞不清 而作为香港特首不能阻闪右臂 不应该将政治考量凌駕于香港的未来发展 这个是常识 何况签署特首委任葬给李家超的人 是李克强 但最终怎么做 要特首自己定夺 基库郵报2日报道 乌克兰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副局长 克罗莫夫1日表示 普京已下令 在15日前完全控制顿内茨克州 乌军总参谋部表示 尽管俄军和他在顿巴斯民兵组织中的盟友 几个星期以来努力占据新领土 但当地局势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克罗莫夫透露说 根据收到的情报 由于人员损失惨重 俄罗斯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 决定解散第31突击女 以及第22独立近卫特别用途女 目前这两个女的存活兵力不到20% 另外俄罗斯军队正在重新集结 驻劳金斯克·顿内茨克的中央军区部队 向着库拉霍夫的方向前进 并且调动最近成立的第三军团 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 CNN报道说 普京之前曾宣布佔领 趁俄罗斯地区顿涅茨克和劳金斯克 但乌克兰军队仍然实质控制顿涅茨克 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 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表示 俄军试图从多个方向进攻 不过却屡屡挫败 最终都已撤退收场 乌克兰军队正在持续 对克以从南部地区的俄军施压 1号袭击了帝列白河上的桥梁 造成该桥梁損伤 逼使占领该地的俄军无法使用 而俄罗斯强行占领乌克兰南部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 直到现在 数次引发核灾危机 据法新社报道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署长葛罗西 1号率断视察该核电厂 他说 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 IAEA留在扎波罗 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 搜集到大量的资讯 尽管条件非常艰难 核电厂的员工和主管 仍尽心尽力 专业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另外据俄新社报道 普京1号前往加里林格纳 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来 普京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 波兰副外交部长亚布隆斯基说 波兰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些情报数据 俄罗斯把武器存放在飞地 是为了嚇欧盟和北约 这样的视察 可以看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声明 波兰新闻网说 加里林格纳 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是俄罗斯踩在北约和欧盟大门上的一只脚 普京可以用加里林格纳 里勒索欧盟和北约伦国 近日国际上的两件大事 冲击中共外交科技政策 一是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发布的新疆调查报告 称对中共侵害人权的指控可信 二是美国两大晶片大厂 商计收到通知 禁止对中国客户提供高性能晶片 可能会重挫中共科技进展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日媒体人唐靖远对大纪元说 中共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就对这个消息进行了全网封杀 巴射来这临走前的一招 就好像给了中共一个响亮的耳缸 巴射来作为17年来第一个造访中国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在结束访问之前 不单没有谴责中共 甚至还有一些附和中共官员立场的说辞 令到他的个人信誉遭到了重大质疑 而事后公布报告 似乎有挽回了一些个人形象 唐靖远说 这份报告对中共的杀伤力很强 真正的伤害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中共各个级别官员 都曾经反复表示 反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秩序 只是承认并且维护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和国际秩序 这个模仪是重重打脸 第二伤害是美国科技战最新一手 AMD和NVIDIA将会停止对中国出售高性能晶片 AMD将会暂停GPUMI100和MI200的发货 NVIDIA将会停止A100和H100供应 唐靖远分析说 这个影响不是普通玩家的电脑意义 而是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AI 流体力学 工程访真 和生物科技等领域 这个更影响解放军的现代军事技术 好像无人武器系统和图像识别 中国的天河2号超级电脑的相关项目 预期将会受到影响 唐靖远最后风刺说 习近平梦寐以求的那个自主研发的春天 又来了 那么多的春天接纵而至 应接不下 党国真是可以过上四季愚春的幸福生活了 中共凤凰卫视旗下的金融服务平台 凤凰金融 2020年涉嫌非法吸金 受害者超过7万人 这些人至今 仍然求助无门 近日 大批受害者在推特上发影片 显示他们在海南省讯访局前聚集抗议 持标语控诉凤凰金融诈骗 要求退还他们的血汗钱和退休金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前凤凤卫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的女婿何欣 是凤凰金融从事网络借贷 咨询中介业务的机构 凤凰智讯的法定代表人 凤凰智讯又是凤新科技集团 持股8%的子公司 何欣间接持股比率 将近72% 凤凰智讯2020年9月 突然中止其网络借贷业务 多名借款给凤凰金融的中国网友 去年1月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要求凤凰金融有关公司及人员 承担还款责任 清赏本金和利息 去年9月 抗议群众聚集在河南省信访局外 通诉这种疑似利用媒体公信来的欺诈案 并指控该省当局包庇 却遭警方强力镇压 凤凰卫视就是与凤凰金融彻底切割 凤凰智讯在同年的11月 更在其公告中声称说 该机构的唯一股东是凤新科技 有问题请找凤凰智讯 《香港01》曾报道 凤凰卫视9年初传出人事大地震 由上海社科委学院的中共党委委会书记徐卫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 分别接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被认为就是受凤凰金融爆出的非法借贷案牵连 中国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前副主席 《假平粒的女》 《假浅浅》 日前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2022年新会员名单 但因为她的部分作品 论及低俗风格 受到中国网友气讽为史尿体 《假浅浅》本人也被批评靠老爸上位 2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声明 决定不会将假浅浅列入2022年新会员名单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声明指出 今年原来有2,211人符合协会入会申请条件 经专家资讯评议 投票产生推荐入会名单一共994人 并于上月16日将名单予以公示 征询社会意见 先前入选名单的《假浅浅》 曾发表多篇《论及史料》的诗作 遭到批评说她风格操促低劣 《假浅浅》目前虽然在中国西北大学的文学院副教授 但在中国网络上盛传 她当年仅以高考250分的低分 就得以进入中国传统名校西北大学就读 直到现在在该校担任副教授 这些地位都被怀疑是透过《假浅浅》的人脈取得 另外 她以前在陝西师范大学的文系学石事学委论文 《生命的言说与意义》 《诗论假浅浅》书画艺术 写的正是她的父亲《假平粒》 也遭到质疑是靠巴吃饭 好了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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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